在2067年氧气是有毒的 你敢相信吗 由于多年的战争和大火 地球上最后一颗植物 也在亚马逊河流域消失了 地球变成了一个火球 耗尽了现有的所有氧气 除了澳大利亚以外 所有国家都已经全部灭亡 因为澳大利亚拥有最先进的大型制氧公司 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戴着面具才能在户外活动 不仅如此 长时间吸入人造纯氧也会导致人类出现排斥反应 面对这一情况 科学家们发明了时光机 试图寻求400年后人类的帮助 然而 未来人类传递回来的信息确实 只有他们指定的人员可以穿越过去 而这个人选便是伊森·怀特 怀特原本是制氧公司的一名普通机械维修工 在当下社会 氧气比前重要 因为工作的原因 怀特并不缺氧气生存 但是他的妻子因为长时间吸入人造纯氧 导致排斥反应 时常会莫名吐血 身体状况堪忧 一天 怀特在矿井工作时 突然被一群人莫名其妙地带走了 领头的人正是制氧公司的老板 老板告诉他 未来人类点名让他穿越过去的事情 怀特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甚至认为这是很诡异 400年后的人怎么会认识自己呢 同时他也在担心自己在完事之后是否还能回来 然而 老板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将他送回来的方法 怀特直接傻眼了 老板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我是脑干缺失还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觉得我会答应吗 我老婆还在家等我回去吃饭呢 老板不断给他洗脑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 可怀特并没有直接拒绝 因为他深知这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命运 晚上 怀特和朋友来到养疤借养消愁 两人对于穿越的事情产生了分歧 怀特不想像自己父亲一样 为了追逐拯救世界的幻想抛弃弃子 而朋友却表示 怀特再次陷入犹豫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抛下妻子 独自穿越到有去无回的未来世界 回到家后 怀特没想到妻子居然同意他去 甚至使用激将法刺激他去未来 称他是懦夫 现在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他手中 他却不敢接 怀特感到不解 他为了妻子选择留下来 为什么妻子还这么说他呢 怀特整夜难以入眠内心矛盾 他也有拯救世界的梦想 但又舍不得妻子 最终 他还是找到了老板 同意穿越 但是他提出 找到方法后必须第一个就回他的妻子 老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原本以为接下来就是进入主题 没想到科学家的一番话 让怀特再次傻眼 于是 怀特无语的全副武装 站上了时光机 准备迎接穿越 他拜托朋友照顾他的妻子 然后时光机启动 巨大的能量使他穿越混沌 成功来到四百年后的世界 穿越时 由于摩擦产生高温 他的防护服着火了 然而这也证明 未来世界有充足的氧气 脱下防护服后 怀特躺在地上 凝望着透过树叶透出的阳光 他难以相信 四百年后的地球 再次被郁郁葱葱的植被所覆盖 他从未尝过如此清新的空气 随后 怀特跟着导航来到基站 却在那里发现了一具残骸 头上的弹孔证明了 此人是被枪杀的 可怀特注意到 此人的衣服上的名牌 竟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直接吓得怀特一击灵 猜想可能是另一个同名员 但随后 他在对方身上发现了 一个与自己手腕上 一模一样的仪器 还有一模一样的通讯器 怀特惊喜地发现 老旧的通讯器 还有两个电 接着通过他播放了 最后一段录音 录音揭示了此人生前 与一名男子争吵 两人因为意见不合 那个男人便开枪杀了此人 怀特陷入了恐慌 这说明现在的世界 不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杀人犯 可这个人又在哪呢 晚上 怀特极度饥饿 为了冲击摘了一串野果 但这些野果不仅味道难吃 还让他产生了幻觉 野果中毒使他昏迷倒地 当他苏醒时 他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 怀特惊恐不已 这是杀人犯来索命吗 可仔细一看 发现原来救他的人是朋友 老板他们检测到 怀特身体存在异常 所以派了朋友过来救他 第二天 两人根据导航 来到了另一个基站 门口的识别系统 认出了怀特 铁门立马自动打开 他们进入黑暗的室内 里面的一台电脑 显示欢迎怀特的到来 怀特启动系统后 随着四周渐渐亮起 才发现这里是400年前 送他们穿越来的实验室 在实验室中 还出现了怀特父亲的投影 原来送他们来的时光机 正是怀特父亲研制的 然而那时候的时光机 就已经传来了 让怀特穿越的信息 这让在场的人们感到疑惑 突然 怀特现在所处的实验室 响起警报 能源系统发生故障 将在四小时后 启动自毁程序 幸运的是 怀特和朋友 都是专业维修工 他们决定前往 仪器所说的能源核心 所在位置 修复能源故障 可在寻找能源核心的过程中 他们惊讶地发现 人类文明已经彻底消失 城市被植物占领 到处是残垣断壁 地面上满是人类的遗骨 未来人类还没能拯救地球 就已经彻底灭绝了 那么又是谁让怀特 来到这个时代的呢 怀特对这一现状感到绝望 崩溃大哭 朋友连忙安慰他 表示至少这样 他们不会再因为 氧气而痛苦了 怀特愣住了 他举起就一气 播放着那段录音 录音中的对话 正是他和朋友 刚刚的对话 朋友很是不理解 怀特从哪里 弄来的这段录音 跟怀特争执了起来 并举起枪对准了他 很显然 曾经干掉的人就是怀特 而凶手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最终两人恢复了理智 决定一同改变 这段悲惨的历史 与此同时 时光机响起警报 距离自毁爆炸 还有两小时 两人急忙找到能源核心 并进行机械维修 很快就成功修好核心 离开了那个地方 两人返回实验室里 怀特再次打开父亲的投影 得知了背后所有的真相 原来时光机研制成功后 探测到未来的环境 适合人类生存 但父亲和老板 对时光机使用的理念 产生了分歧 父亲是希望让所有人类 都穿越到未来 而老板认为 他们只需要一部分人 穿越未来 就足够延续人类生存的活种 幸好父亲早留有后手 他把怀特的DNA 设置了启动时光机的密码 所以 这一切都是父亲精心策划的 老板气急败坏 直接把怀特父亲 送去见太奶 不知情的怀特 因为父亲消失 怨恨了父亲长达20年 然而他的好朋友 一直都是老板的人 正是老板将他安排在怀特身边 见事情暴露后 两人再次产生分歧 朋友身安人情冷暖 对人心的险恶 有着清晰的认知 他支持老板 只救助一部分人的计划 而怀特则坚持像父亲一样 要拯救所有人 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朋友愤怒地用枪指着怀特的头颅 一场悲剧终将再次重演 人类无法改变 而另一边 老板已经找到了穿越的人选 只需等待着朋友在未来启动时光机 当朋友按下回车键后 时光机启动 时空通道被打通 老板看到时光机直接震惊了 人没有传回来 反而时空通道被植物堵死了 原来 朋友在决定人类文明走向的最关键时刻 他的正义良知战胜了个人私欲 他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用自己的生命来弥补对怀特的亏欠 而真正启动时光机的并不是朋友 其实是怀特 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因为他认为人类不能一味逃避 而应该勇敢弥补自己的过错 于是他将植物送回到2067年 并毁掉了时光机 与植物一同送回的 还有老板犯罪的证据 老板最终被绳之以法 然而怀特永远留在了400年后的未来 他没有能够兑现陪伴妻子一生的承诺 但他的出现 是2067年的人类正是自己的错误 努力重建地球生态 故事最后 怀特再次来到悬崖边 不过这一次的景象 让他忍不住无嘴笑了起来 因为曾经被植物侵占的城市 已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与自然和谐共存 这说明怀特成功拯救了地球